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要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真言二十一篇的三十和三十一节 题目是 德胜乃在乎耶和华 真言二十一篇三十节 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 抵挡耶和华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德胜乃在乎耶和华 二十一篇的这两节 真的是要放在一起看 要放在一起解 才能明白作者的意思出来 人会想要抵挡神吗 人不仅仅是想要与人斗 斗完了之后还不过瘾 还要与天斗与地斗 当然那就是与神斗了 自从亚当犯罪以来 他就生下两个儿子 该隐与亚伯 他们两个就要互相的比较 当然在那个时候 神的大能是明明可见的 该隐也还不敢明明的挑战神 他对于神的选择和神的喜爱 是敢怒而不敢言 从他与神的对话当中 我们就可以听出 他是有许许多多的怨对 只是不敢向神发作 管好发作了也没有用 因为神就是他献祭 以及想要取悦的对象 于是他就把怒气向他弟弟发出去了 那他就杀了亚伯 就算是没有敢于向神发怒 他这是不是也是抵挡了神了呢 你看该隐是怎么想的 我把弟弟出去了 那么除了我向你献祭之外 还有谁会向你献祭呢 你就只能喜悦我的献祭了 照这样子看起来 他就是在抵挡神 神的执意必然会成就的 人在其中的抵抗是没有用的 人有智慧聪明谋略 但是人还是不能抵挡耶和华 希特勒就想要对犹太人施行 种族灭绝 他那个时候的纳粹大军 差不多占领了整个欧洲 但是神还是让他就战败了 也取了他的性命 在二战结束之后 犹太人反而就在以色列复国了 后来还是有无神论的国家兴起 还放言说 要与人斗与天斗 其乐无穷 并且还说 人定胜天 于是他们就进行了许多的水利工程 要大大的改良农业 说这话的人现在又在哪里呢 连尸体都没有办法好好的下葬 当时所做的许多水利工程 到了现在也证明就是为后世留下了种种的后患 反而是造成了大麻烦 当时箴言的作者还没有这么多人抵挡神的例子 人的能力越大就越想抵挡神 他所能想到的例子就是马 马是人在数千年中可以得到可以放大人力的好例子 马跑得比人要快 可以拉更重的东西 他的皮肩肉厚 在战争中也是十分重要的利器 骑兵就是要训练了起来 要大大的强过步兵 在内燃机车辆发展起来以前 马匹就是战争中的重要武器 就在拿破仑那个时代 他的军队还是用马匹拉着大炮 带着资重四处的征战 有好而多的马匹 这个国家是大大的碾压敌国的 所以一个国家拜神有用吗 还不如多养一些好马吧 撒木尔记上十章当中 还记载着所罗门去埃及买马 因为以色列的马不够 而且没有埃及的好 所以就算是以色列人想要征战 他们也必须要有马匹的储备 但是真的是那样子吗 诗人大卫却说出实情 有人靠车有人靠马 但我们却是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是的 在有马有车是令人发惧 那是否有了这些就能保证征战的得胜呢 那可不一定 在士师底波拉的时代 迦南王耶宾就是靠着铁车 管号铁车那个时候是用马拉洞的 在平原上压制着以色列 但是呢 神却要让以色列人得胜 士师底波拉就启用巴拉起来率兵 并且以话语临到底波拉 要他们出战 并且呢 将迦南王耶宾的将军西西拉 都要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 而且事情就是这样成就了 马和铁车都被赶散了 西西拉也在此战中就死了 所以我们真的是靠我们自己成的事吗 其实就是连时代都是控制在神的手中 人类文明的进程 乃至于人类这个种族 在天地之间是否能够存留 不都也是在乎神吗 而不是靠人的智慧和谋略 并不是靠物资的积累 而只是在乎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阿们